淡宾尼和白沙的两个组屋单位在过去24小时内先后发生了火患 共有近90名居民紧急疏散 有两人被送往医院治疗 民房部队在Facebook贴文说 巴西利53街第571座组屋二楼的一个单位厨房在昨晚约9点15分吃火 单位内的五个人在民房人员抵达前已自行疏散 有一人因晕眩而被送往医院治疗 淡宾尼五到第147座组屋的一间二楼单位则在今早8点10分传出火患 60名居民被疏散 一名居民因吸入过多的浓烟被送运治疗 初步调查显示火患由卧房内的一个可移动式冷气机起火而引起